在这个城市中有许多窗口 每一个窗口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小家 我希望有一个能放下我爱好的家 父母年纪大了 我想让他们在这里享受美好的生活 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向社会发起公开招募 用一辆车作为梦想的出发点 小家大作设计装修快闪电正式营业 用改造大作成就小家梦想 经过临选 共有十位委托人登上我们的心愿车 留下了他们关于家的故事 有适合小孩的方案吗 我是一换方要装修 出屋物能装卖 而我们也为他们找到最适合的设计师 为每一个期待找到方向 本节目由装修合作伙伴 互上明居独家冠名播出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里你们是装修的吗 还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小家大作的快闪电 随时随地开到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随时随地上来 我们就直接聊了 你要不要上来聊一聊 好好好 好的好的 这次为什么想要装修房子 是买了新房子 还是说旧房子想要改造一下 今年装修这个房子 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 一个就是主要是我跟我老婆 今天是结婚15周年一个纪念 恭喜恭喜 我08年二手房的时候 我也有过一个简单的装修 当年他正好是由于工作关系 我奥运会买然后他去了 当年我也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这个惊喜 变成了一个惊吓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为什么当时时候 对很多东西这个预计不足 叶太太是一位资深体育记者 2008年 因为北京奥运出了趟长差 新购的二手房 就交由变先生全权负责装修 本来预备给妻子的惊喜 却在收房时变成了惊吓 当年的装修除了设计敷衍 质量堪忧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痛点 我老婆对这个房子最不满意的就是永远礼不干净的东西 主要的原因在我这里 我那比较喜欢买衣服 你喜欢买衣服 我喜欢买 你比他还喜欢买衣服 对我老婆他不但买衣服 我是这个放在的衣服把阳台的这个量一架就变成我自己挂衣服的储藏室了 衣服是一部分平时买的一些这个手帆啊 汽车模型啊等等一系列这种 我的我因为我平时还比较喜欢看书 还有很多这个书全都对在一起 如果人家不认识到我们家来以为我是这个做电商的搞质销的这个是搞的 哦 变成仓库了 对 变成仓库了 不停的买买买结果就是乱乱乱 你怎么这么乱的了 你不是前段时间人家两个快递拿过来 你总是要又买衣服了 那一张高兴东西你看你这家的衣服这么多了哪里有地方放呀 这里我还好放点这要挂挂中了正好嘛 哪里啊你挂中哪里 我这里不是这里还有点地方吗 老婆不满意 两位妈妈也非常嫌弃 哎呦 那今天晚上也在讨厌了 吃得离离离离离了 干十多安子 十多年吃完两三个 那儿子吃不饭也慢了 很多人要藏口一样 什么人都 没有好处 可能是老四也不处 每种时候有好处慢一样 慢了又慢 慢了没救你 又要输得回 所以你也接越走 也接越走 三个女人的活力加持 加上婚房装修的遗憾 恰逢结婚十五周年纪念 变先生下定决心要给变太太来个真正的惊喜 这次你又要给她一个惊喜 我们是不是还要对她保密啊 要保密 那时间够吗 时间绝对够 因为这次她又要出个厂拆 又要出厂拆 又要出厂拆 就大概要几个月了 但是这次绝对不能再搞砸了 对对对 绝对不能成惊喜再变成惊吓 第一个呢就是她比较喜欢简约 既要简约同时也要有充足的充电 对对对对 第二个呢她的颜色呢喜欢比较浅色系 然后呢她还是喜欢呢坐在吧台上面 开放式的厨房最好有两个吧台 所以说我是想在这次的这个改造当中 我想要跟她弄好在这儿 那我觉得你找对人了 我们小家大作一定会帮你满足这个心 既要风格简约 又要充分收纳 还要兼顾主人的爱美之心 这份结婚十五周年的礼物 哪位设计师能完美实现呢 我是设计师李陈墨 哈喽 边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设计师李陈墨 来来来 请进 边先生家足有九十一平方米 包含两室两厅一厨一味 门口还有一个内嵌式的储藏间 很难想象这么多空间居然都被塞满了 还挺深的 对 还蛮深的 都像仓库一样的 进门的时候也就买了一个零食的这种 应该是餐桌边上的餐柜这个应该是 餐边柜 鞋柜 对 实际你去看这个是红酒柜 这个红酒柜也失去了这个功能 每个功能区几乎都因为东西多而错位了 原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吃饭的 餐厅吧 餐厅 对 但是你看几乎没有这个吃饭功能 这个厂房买了 买了五年大概做过三次 现在这个东西装到以后变成煤光了 而这么多东西挤占生活空间 居然还是在一个前提条件下 变先生家的次卧已经专门用来收纳衣服了 原来这个放在这里电脑 然后这原来都是我上大学的一点书 这都是你的衣服 家里最干净整洁的地方竟然是厨房 因为没人用 平时的话我家里也不大烧东西了 这个油烟机买了十几 这个多少年上面没油的时候 当然很干净 像是做一个那种类似像吧台一样的 对吧 下班的时候回来 后头很累的时候 喝一点这个饮料也好 喝点小酒 其实你们还是会更乐意享受二人世界 对 除了采光差收纳少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患 也让变太太一直处在惊吓当中 这边有一些很大的裂纹 对 还有包括这个顶上 对对对 特别是天冷的水 湿气的水 洗澡这个湿气 热气上来 对 这里你去看前面这里也没有的 像这边之前外侠漏过水 然后来修过的 那个角落 对于这份结婚周年礼物 变先生自然也有自己的期待 每一个女孩子 我感觉都像一个少女型 实际现在你去看我们很多东西 没有一个纯粹的一个像衣帽镜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 我没有看到您老婆的什么衣服 基本上都是你的衣服 我一直也是把自己 拥有着一颗那种少男的心 少男的心 还是比较那种时尚的 对对对 我希望如果通过这次装修以后 不要 这个厅里面看上去都是门 明白 就还是希望它打开 让它更加的就是通透 对对对 想要衣帽间 想要更敞亮 变先生的要求 直观地反映出了这套房子 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 我们一进去之后就觉得很拥挤 很乱 整体的一个身体的感受度 只在一个五六十平的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就在于 第一采光非常差 我们一进去是黑的暗的 再加上所有空间没有任何的规划 它原来的储物空间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缺少的 他们家其实整个的一个防水防潮系统 是很差的 屋顶楼板全部都是起窍的 这个也是在很多空间里极少见到的 冒昧的问题就是说您在这个房子里 有想过给一个儿童房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不像很多比如说很传统的 就是你一定要生孩子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那时期一直就是要叮客的 我今年也四十岁了 我两个人家在一起八十岁了 只要我老婆开心就可以了 因为她已经不开心过一次 所以说我这次呢她一定要很开心 其实这个空间根本就不是像以前 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那么暗那么小那么的局促 现在一打开你会发现 所有的阳光都往中间集中 其实很亮堂 我们要让它又通风然后又要有光 这两个东西只要在了 人在这个空间就会很舒服 但毕竟不是南北通透的户型 要怎么增加采光尤其是通风呢 设计师的第一步是打开厨房 又将次卧的墙稍稍向客厅挪了一点 房间便大了 这个墙又把它打通 就刚刚我们说的尽量把它打大 扩大次卧 这是因为设计师要把它改成主卧 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是采光不足 它的西边的窗户是比东边的窗户要更大一点 而且这样的位置调换 还避开了房子本身建筑的一个重大隐患 东边其实它的整个屋子的防潮系统做得很不好 因为上海你知道这个很多都是朝东面的地方 容易漏水 我们这个就是东面嘛 对 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 其实可以让它的主卧在西边更加的舒适和合理 厨房变成了开放式和客厅相连 这样的话它之间的通风才能形成一个互动 只要是我们把北窗和我们厨房的这个窗子 让它连贯 这个风它自而然在这个空间 风的那个感受 其实比空调要舒服 不再严格区分玄关 厨房和餐厅 现在一进门 这里就是超大的会客就餐区 一个L型的巨大导台 同时兼顾了吃饭 会客 水吧 和料理台等多种功能 厨房这边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中厨吧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的话 就大北L型的导台 就到这边 那个里面会有很多西厨的功能 然后整个的就不是三个房间的格局了 其实是变成了一个小空间 和一个这样的大空间 这样新竹卧作为休息区 其他空间变成了一个整体休闲区 除了一个横更其中的关键位置 卫生间 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房子的前主人 可能对结构已经进行了调整 所以变先生在买房子之前 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结构 那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刚好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就把整个动线和空间 变得更加的合理和灵活 前房主更改过的房型基础 打开了设计师的思路 把它的整个卫生间三分离了 这样的三分离是刚好借用了中间 你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墙体 这个墙体它是分为两个盒子 这边其实是它的马桶间 那这个单一的盒子是淋浴间 卫生间因为通道的打开 变成了最佳的三分离状态 而原来的主卧变成了衣帽间 然后这里相对私密的空间 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衣帽间 此时的房子实际上仅仅多了一条通道 却让衣帽间 客厅 厨房 卫生间 形成了一个回字形的动线 达到了处处有光 处处通风的效果 这个门洞就跟我们的厨房和我们的西餐厅 这边的一个大倒台是相连的 所以整个空间我们再绕到这里 又到了公共空间 所以就变成了整个的一个环导式的盒子 盒子 这个设计师一再提到的词 就是这次设计的核心概念 盒子就相当于功能性空间 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的功能区都不是独立的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屋子 我不可能只看到一面墙 我是看到一面 两面 三面 那你把它顶地 墙包起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空间感 我的地面 顶面 墙面可以做一个材料 可以是一个色系 一个盒子 一个材质 一个盒子 一个色系 这样功能区在视觉上就一目了然了 通过不同的材质和不同的机理 呈现出来不同的空间区域 它是能够看得见 甚至能走进去 但是又因为颜色和材质的不同 它是有一个分割的 空间格局一下打开了 但是房子有一个硬伤是改变不了的 那就是层高 你看现在这个层高 你看这种小伙子 这样顶下就摸到了 一面最高 只有两面最高 但是 变先生在改造前 明确提出了要有中央空调 2.5米的层高下 空调新风都要有 怎么合理定位 设计师利用了科技的手段 是使用了一个并用系统 把所有的机电部分排管的一个方式 看得到它的精准位置 让它看看到底我们能够保证这个层高 一厘米都不要牺牲掉 就是我们能往上升就往上升 软件的精准定位 可以立刻预判管线位置的调整方案是否可行 这样通过数据的一次次分析 预言 空间规划的最优解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客厅这边的空调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休息和休闲的 类似于像客厅的一个空间 人一过去它是坐下来的 其实不影响整体的一个人体的感受度和舒适度 反而是我们一进门的地方 有很多像这种中导啊 还有厨房啊 操作台啊 它其实那个地方更需要把它的层高让出来 最终 设计师采用了局部降低层高的方法 将最占层高的主机放在了休息区顶部 吊顶适当降低 而主要活动的区域 比如客餐厅都保证了原始层高 丝毫没有降低 而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变先生的认可 就是这里就是所谓的休息的地方 全部都是牧师面包起来的 就变成了两个一个盒子 也不要去担心 说空间很压抑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让它不压抑 所以我们用一种材料天井地包起来 你如果真的看到我就理解了 如果说格局完成了房子的骨架 那么所有隐蔽的管道 就被设计师看作是房子的血管 这一次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 它这个家里就是一个健康的家 所有的这些管道就像血液一样 它是流通的 后不打架的 甚至能够看得到它的品质的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都是 食品级的不血缸管道 那么它本身是金属管道 不透光 不透氧 那么细菌在它的管道内地 是没办法生存的 而且不容易腐蚀 所以整个你的水 经过前期的处理以后 到了家里 它的水质就会比较好 盒子的设计概念有一个重点 就是一个盒子内材质的统一 现在房子的骨架血管都做好了 什么材料才能实现顶 墙 地一致呢 那我们就选了这个意大利的树脂机 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品它有七到八道工序 因为是师傅劈刀劈出来 它会有一些这种自然的纹理 大面积的墙面 地面 天花 甚至台面 设计师都采用了这种全新的材料 一开始我们进来之后 它的房顶有很多起皮的空间 也就是说乳胶漆它满足不了防水 以及温度变化之后的这种热胀冷缩 树脂漆它能够解决我们想要的防水的压 包括最重要的装修里的节点 避免掉了很多踢脚线 还有各种材料之间的接口 整个材料又能用墙 又能用顶 甚至能够用在地面上 眼下 变太太的长差快要结束了 这个策划了许久的惊喜 终于等来了变先生的验收 到家了 到家了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 谢谢 谢谢 赶快去看看你期待一久的新家 好的 好的 这已经不认识了 我以为走到人家家里面来了 我是看过他们家原来的样子的 我现在一点都认不出来了 随着入户门打开 一整个敞亮的空间直映眼帘 大片的白色就像婚纱长长的托尾 覆盖了地面 墙面 台面 为整个家蒙上了一层浪漫气氛 象征了长久的爱情 这层高感觉是两种物料高 之前他们家它的分色多 但是我们现在你能看到 它的颜色是非常统一的 整个会觉得顶它是有延展性的 视觉上感觉高了很多 一平米的储物间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这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玄关空间 那这个是鞋柜 它可以抽开以后 它里面就可以放上两层的鞋 这边就是你回家之后 可以放一些你的平常穿的一些衣服 这边还有一个穿一镜 目之所及的白不仅是颜色统一 内力巨大的储物空间 也让家的各色杂物各归其味 以前也说过跟太太之间很喜欢喝咖啡 对对对 这一面强的储物以及它的这些电器 就满足了你们的生活需求 冰箱 咖啡机 酒柜 而且你看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储物 它可以放很多很多的零食 你们这个设计特别好 就是看不出来这十个柜子 都是没有把手的 坐在这边 其实你会发现那边的厨房 其实你是一眼就能看得到 对对对 我们太太在那边做饭 你们俩之间的互动就会很有趣 这我感觉变化很大 非常精细 结婚15年 夫妻俩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地方 做饭不再是一个人的表演 而变成了两个人的互动 不过光浪漫也不行 日子里还是需要柴米油盐的 这一个L型的吧台 里面其实都要把你的储物给消化掉 所以一碰 它其实就可以出的来了 哦 现在是这样了 它其实这里面包括 还有一个夹层的一个抽屉 都可以放你所有的储物的东西 本来觉得他们两口的那么多东西 现在变这么大储空间 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填不满 新材料树枝漆的全无实用 实现了厨房和其他地方通刷 整体美观一致 但不同区域细节又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厨房的一些区域以外 所有的材料 包括这个台面 一根墙顶地都是一个材料 既然敢用于这个台面 意味着其实这个材料本身的 常火性都是达标的 区别于客餐厅的白色简约 温暖的暮色出现在了落地窗边 不同的颜色也代表了将来不同的生活状态 到了客厅 真正坐下来 靠近窗口的时候 它其实就像一个暮色包裹的盒子 又变成了一个非常温馨的角落 每个区我感觉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 到了这里明显有一个变化了 随着颜色的改变 修气区的氛围一下子温柔了起来 家居的摆设也十分舒适妥贴 哦 是的 沙发很舒服 而且窗外的阳光是直接洒到这个沙发上的 如果窗帘什么一来的话 这个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我不是在他们家里 我现在坐在静安江里拉的行间的阳台上 太惬意了 生活在这种空间里 大概都不想去上班了 下面都是这个穿流不息的车辆 能感受得到这种嘈杂的城市的声音吗 现在我感觉不到一点没有声音 这边的天然岩板的盒子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其实是林家以前 可能一开始没有过的一个空间 变先生心心念念的衣帽间 原来在这里 现在这里变成这样来变成 它其实是暗藏玄机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在设计上 其实让它就像一个墙一样 一打开 其实它里面全是衣帽间的空间 这个 这个 整个的这一个大的 其实都是你的衣帽间体系 这里面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挂 挂土放东西的 有落百身的一个空间 除了你这里放你的西服以外 然后下面抽屉类的 这可以放很多小 这个还可以放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 上面这个柜子 上面这个也是柜子 像您的身高 好像拿东西是可以拿得到 但是 你会发现 那你太太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个呢 新的产品 这个叫摘云台 摘云台 就是可以占 两个人体重 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摘上去之后 非常轻易的 就可以拿到上面的东西 这叫凌云斩 直接这里 都自动的 变动的 然后就下来了 关键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摘云台 其实是 也有它的一个功能性的 在上面还可以放东西 然后它其实就像一个 普通的抽屉 但是呢 它一样还可以沉重 然后上去 变成一个小踏步 变成小踏步 衣帽间同书桌 梳妆台的结合 同时照顾了变先生 跟变太太的工作 和生活需求 实现了空间利用 最大化 我们其实把整个 卫生间的功能 都做了分离 我们现在是三分离 你现在看到的洗手台 其实它是个 开放式的洗手台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有两个黑色的线条 具体是什么 就要打开了之后 一探究竟 现在这个是 变成淋浴房了 淋浴间 它是一个独立的盒子 马桶间也是一样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壁挂式的马桶 刚刚的厨房 包括我们整个淋浴间 其实都是这个材料的原因 就在于它防潮防美 所以说完全是可以 适用于卫生间里的 而且这个材料 以前在意大利 都是用于泳池底部的 所以你想这种 都是小case了 洗漱台布置在 衣帽间的一角 又把卫生间和衣帽间 两个盒子连接了起来 从卫生间淋浴 衣帽间化妆 这是一个 一系列完整的动作 对 我要出门之前 就在这个盒子里 解决掉 全部完成 对 从客厅想要进入卧室 还别有玄机 这里玄来 其实是你的一个储物间 我们怎么开门 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 其实它是一个电动的 现在电动的 对 电动一门打开以后 你看整个的一个 卧室的空间 我感觉这个房间 现在很宽敞 阳光透过钻石形落地窗 洒到房间里的角角落落 像极了投杀上的皇冠 这间卧室 无疑又给变先生夫妇 带来了浪漫美好的寓意 你这边看到的景色 城市森林也是很棒的 对 非常漂亮 这都是落地的玻璃城市 对 从晦暗拥挤到宽敞明亮 从杂乱无章到浪漫优雅 曾经充满遗憾的装修 终于蜕变成了漂亮精致的家 变先生迫不及待地 给外地出差的老婆 剧透了自己的惊喜 这边你看到 就笔子过去 就是原来那个客厅 那边这个休闲的地方 然后边上那个是阳台 这个房间就是隐蔽的门板 都是无拉手的一个衣帽间 我现在就隐蔽感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喜欢这些 真的 这装的效果真是太棒了 而且我觉得 也非常精准地把握到了 他们两口子的生活方式的 我相信已经完全实现了 他们可能自己 都没有想到的这些生活 如果您也遇到了 节目中的装修难题 请拨打小家大作节目热线 315-99926 315-99926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将为您排游解难 提供全方位的建议 家是游船的码头 是绝鸟的枝鸭 把一个家装扮得温馨美好 是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愿望 如今 变先生的家 除了是安身之所 更是美好婚姻的见证 最后 期待一下 这份结婚15周年礼物 能够让太太满意 本节目 由装修合作伙伴 护上名居独家冠名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